那接下来这一篇真的就是重头戏 这里这一篇有六页 医疗与保健 我们来看这一篇的内容 一 概念界定 医学是为了解决疾病及延长寿命 而预达此目的既要解除症状又要改善体力 解除症状称为医疗 改善体力称为保健 所以完善的医学必须包括医疗与保健 两者缺医不可 好 这里很明确的我们指出来 医学目的是为了什么 解决疾病 还有怎么样 延长寿命 那解决疾病的改善症状称为什么 医疗 那如果改善体力延长寿命的称为什么 保健 所以我们说完善的医学应该要拥有什么 医疗与保健 好 那在讲这个课之前还有一个图表 我们来看这个图表 好 我们来先看这个图表 这个疾病症状当然是果 那我们如何来改善这个果 也就是疾病处理图 好 第一个要改变症状一定要怎么样 改善体质 对不对 那体质不坏就是体伤跟热能嘛 这两项 好 那我们用的方法 以原始点用的方法 就是我们那时候调音也有提到 好 我们用的方法有包括怎么样 按推有没有 按推原始痛点 那按推是为了解决什么 体伤 体伤可以直接改怎么样 改善症状 对不对 所以按了立即就有效了 有没有 有时候不到一分钟 症状就立即改善 好 那这个按推是属医疗还是保健 所以我们这个手段 当你在动手的时候 你就要了解 其实外治法这个是医疗 当然医学不承认这个是医疗 他们一定认为要有侵入性种种 但以原始点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按了马上可以改善 你只要按对位置 好 所以这个是属医疗 那这个另外本处体伤 当然要借助热能 然后保健不可能直接改善体伤 一定要怎么样 先改善热能才能修复它 所以这个改善热能 增强体力的部分 也就体力好 我说修复能力就变得怎么样 变强了 就有致意力了 那你要改善热能的手段 我们称为什么样 保健 好 那我们来看这里 这里大家念一下 良好心态 健身运动 适当休息 也就是我们重病处理的这几项 所以这些方法 不能说是医疗 而是说是什么 保健 所以保健是改善热能 增强体力 也可以间接怎么样 修复体伤 它是间接的 不是直接线就化到这里来 所以它间接修复体伤 改善症状 所以从这个表 我们也已经很清楚 医疗与保健 原始点有没有都盖瓜了 有 在这里确实都已经盖瓜了 那如果本处体伤 有一些比如急性外伤的 比如脱臼 骨折 还有断肢 这一类的 我们可以借助怎么样 中西医来处理 那这一方面 他们处理的也是属怎么样 医疗 那这个图大概是先介绍到这样 那大家就有一个概念 医学必然要包括什么 医疗与保健 这样整个医学才能够完善 好 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如何来界定医疗与保健 医疗是为了改善症状 已达到治病功效 所以是治已病 出于解除病苦的急迫性 所以要求医疗 针对疾病症状的疗效 必须具有利己性 医疗包括诊断与治疗两部分 而其治疗方式可分为内治法 与外治法 此两者都必须在诊断的指导下 才可进行 其内治法是根据变病的诊断结果 配于药物 并用口服、注射、点滴等方式 将药物送入体内 再经身体组织运作 以达到从果解症的目的 其外治法是根据症状或异常形态 来判断体伤或患处 然后用按推、刮痧、附件、牵引等 非侵入性方法 或针刺、手术等侵入性方法 从因处理体伤或从果处理患处 以解除症状 外治直接处理体伤或患处 内治则否 此为两者值根本差别 好 那我们什么是医疗 已经很明确了 第一个 它是治已病 对不对 你生病去找医生 那当然就是要治你的病 所以这个叫医疗的 那医疗还有一个特性 它一定要具有怎么样 立即性 也就是一定要有办法 很快地改善你的症状 才能称为医疗 如果没有办法很快 就是治了好几个月痛还是在 那这个不称医疗 那这样说来 中医有没有办法立即改善症状 有 针马上就可以改 原始点也可以按 那西医止痛药有没有办法 有 也有 所以这个改善力 所以人称为医疗一定要有这个特性 就是立即改善症状 那医疗里面有两大项 第一个包括什么 诊断 还有治疗 这两部分 那治疗的部分 它又有两个分法 分类 就是分为外治跟内治 那外治 要不要诊断来指导 那当然要 原始点也要 医学也一定要 有诊断来指导 内治法的使用 跟外治法的使用 好 那我们内治法 可以经由变病 然后吃进去或打进去 种种方式 可以达到从果解症 从果解症就已经很明显 有没有办法从因解症 从因解症 如果以原始点或中医 中医 中药 温热性药 我们用温热性药 有没有办法立即改善症状 有没有 有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如果有 我问你 我这一根指头痛 你要开什么温热药给我 让我立即改善 有没有 你们想想看 有没有哪一种药 可以吃了马上 跑到我这一根指头来 没有 那就没有立即性了 好 原始点 一般鼓励喝姜或生 有没有办法达到致病 立即性 有没有 也没有了 你们这一下子就很明确了 确实也没有 我只能这样 那这样说来 能够从果解症的只有什么 对 中医跟原始点都只有外治法 才能达得到 哇 你们终于了解 那如果内治法能够从果解症的 唯有哪一个医学 对 确定只有西医 只有西医 其他包括中医或原始点都没办法 所以这里内治法 谈到医疗 那很明显 就是只有西医 那外治法就不一样 外治法 原始点有没有办法 有 从按推原始痛点 那中医的针灸有没有办法 有 它也是要找处他处提伤 所以这两个医学我认为 如果 刚刚我们讲的经络 大家一时都了解 一定不会扎患处 患处就是从果解症 一定要找最大的开关来解决 所以这两者都是从因解症 在我的看法 那 要解决症状 西医是从因解症吗 不是 是从果解症 包括他找出的异常也是果 从患处下手也是果 所以他是从果解症 那外治法的手段 就有分侵入性跟非侵入性 这个我们就不谈了 那 内治法跟外治法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内治法吃进去 有没有直接到达患处的 没有 有没有办法直接到体伤的位置 没有 这些都没有 那 这样说来 外治法跟内治法 是不是最大的不一样 就在这里 是 外治法有办法 所以这是两者的分歧 所以第一段医疗的概念 先做如是的界定 好 那我们再来看 保健是怎么来的概念 保健主要是通过改善体力 以增强免疫力自愈力 从而达到预防 及间接疗虑疾病的目的 所以使治未病 也是医疗不可或缺的辅助 保健方式 亦可分为内治法 外治法 及其他 其中内治与外治 主要是靠药食之内热源 与温肤之外热源 并需结合诊断 才可达到改善热能 增强体力的目的 其他方法包括合理作息 健身运动 如太极拳 拉筋 跑步等 心态调整 如情绪管理 心理辅导 打坐 唱回等 除温肤外 所有保健方式 既不具体针对某种疾病症状 也不直接处理体伤或患处 而是通过全面增强体力 以其炎炎益寿 肾或改善乃至疗愈疾病 所以他无法针对疾病症状 产生力气性的效果 而必须持之以恒 日久 方显其效 医疗是要处理症状 保健是要改善体力 那改善体力可以 我说体力代表的就是免疫力跟治疑力 所以他可以间接怎么样 修复体伤 间接修复体伤 而达到疗病的目的 那么就这样说来 他跟医疗最大的不一样 一个是治疑病 一个是什么 治疑病 这是两者的分别 好 那 这个保健方法要不要诊断 需不需要 保健不需要 那保健的 比如说我外热源的使用 要不要分他处跟本处 不分 随便都用 哪里温就有效 确实这样也有效 但是不够精准 对不对 我们还是最好 如果要达到最好的疗效要分 比如说知道他处体伤 那我们温敷在哪里 原始痛点 对不对 那如果是本处体伤呢 温敷在患处 这样就解决 所以他这样算不算具有诊断 然后来指导应用 有啊 其实是有的 所以从这里来看还是有的 好 但是有一些是没有啦 有一些像其他的保健 比如说心理辅导啦 这些喔 就没有 但是从这里这样来看喔 我问各位 太极钱 跑步 瑜伽 算医疗还是保健 保健喔 但是有人说 我头痛结果打太极钱 结果头痛就不见了 所以打太极钱可以致头痛 可以不可以这样讲 不能这样讲喔 那这样讲来 心理辅导 比如有些人胸很闷 常常胸闷闷的很优异 结果经过人家的开导之后 然后他心开意结 结果隔一段时间之后 他胸闷解开了 人很快活了 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能不能说这样的心理辅导 是属于治疗 属于医疗 可不可以 不可以喔 是吗 那这个是属于什么 喔 那这样如果分下来就 就 所以有一 有一种医师叫做什么 心理治疗师 有没有 那这个对不对 心理 保健师 所以这样说来就很明确了 如果这样来界定 不能说心理治疗师 心理没有什么治疗的 外治法才有啊 中医或原始点 只有外治法才能立即按症状改善 具有立即性 那心理辅导 不具有这种立即性 所以 严格讲不能这样用 所以很多医学上的严格界定 事实上还没有界定到很严格 心理不能这样称 所以它是保健 好 那这样看来 大家对保健已经很清楚了 那保健 既然没有立即的功效 所以它必须要怎么样 长久持续 等体质改善 有时候体伤才会修复而好 好 那我们再来看内治法 二 内治法 内治法又可分为变病论治与变症论治 变病论治属医疗 是直接针对不同疾病症状 进行差异性治疗 但不处理热能和体伤 所以是从国解症 这虽然可影响组织运作 具有治病功效 却须以透支热能体力为代价 好 我们就先读到这里 第一个 什么叫变病论治 比如你高血压 我就用高血压的药 你糖尿病 我就糖尿病的药 你乳癌化疗之后 西医就开荷尔蒙的药 有没有 那男性前列腺癌 化疗后也是开什么 开荷尔蒙的药 但是女性的就开男性荷尔蒙的药 男性的就开女性荷尔蒙的药 需要是这样 它这个就是变病 在你什么病 那胃痛就胃药 就是看你什么病用什么药的意思 那这个大部分都是从果解症 也就是治疗果 而不是从因下手 那这些从果解症的药 一般都属寒粮 所以会消耗热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辨症论治 辨症论治 我用什么体质 我开什么药的意思 那辨症论治 因为是从体质下手 改善体质 所以对症下药 不会伤害到体力 所以体质就是因 因改善了果自然转 所以可以达到治病 而不伤害体力的副作用的效果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 但辨症论治中的虚实寒热之变 不可误认为其中的寒热 也属于体质辨证 因为可用于体质辨证的只有虚实 寒热则是用于论治 好这里跟中医是有分歧的 我们这里的辨症是变什么 要不要变寒热 不用 我前面已经讲了 我们是变虚实 跟中医相通的是虚实 体力很强 实 体力很弱 虚 那所以它的虚实 对我们变寒热 体质是有意义 就是变 变体寒程度是有意义的 那这个跟我们相通 但是寒热能不能当作体质来辨证 因为寒热只能变药物 也就是药你要吃 这个是温的还是寒的 你要变出这个药性之后 然后显温的来改善你的体质 所以寒热是在变药性 然后属论质 所以我们所说的辨证论质 第一个虚实是在变体质 那寒热就是属于什么 论质 所以道理是这样 应该是要分开 好 那我们来看下面的论述 虚实之变是为了变体力之强弱 以变体寒之程度 故属辨证 寒热之变则是为了依体寒之程度 以选用温热性药物 并确定其剂量 同时避开寒凉性药物 来改善体力虚弱的寒性体质 故属论质 显然 内治法中的温热性药物 不能直接影响体伤或患处 故无法针对疾病症状 产生立即性的效果 所以本质上应属保健 而保健方法中的饮食条理 其作用机制与内治法并无二致 故将其并入内治法来讨论 并将药物食物合并 简称为药食 但若做到合理饮食正确用药 就要先了解药食是如何影响身体的 药食对身体的影响有两种要素 药性与成分 此处药性仅指药食之含量平温热之特性 并从其对人体热能的影响角度来界定 此量者皆影响热能作用于组织运作 但药性以影响热能作用 改善体力为主属于保健 成分以影响组织运作 改善症状为主属于医疗 好 也就是药食 其实药食里面一定有什么 有药性也有它的什么 成分 其实一个药食里面都有具足 所以吃进去里面 吃进去肚子里面 它会不会影响组织的运作 还有热能 会不会 会啊 我说含量性如果吃下去 它就会消耗更多的热能 有没有 那组织也要消化它 这个都种种会影响 那成分会不会影响 成分也会啊 东西吃进去还是有负担 还是要热能消耗去把它吸收 转化 对不对 所以这两者进去对组织运作跟热能 作用会不会有影响 会 一定会 温热的跟含量的就有影响 那各种不同的成分 对组织的运作也会有影响 跟热能也有影响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前面有讲嘛 变病论治如果 它虽然可以改善疾病 但它因为含量 就会消耗热能 所以成分会不会影响热能 当然也会 但它要达到致病 它要让组织运作怎么样 改变来达到重国解症嘛 所以它也影响组织嘛 很显然 所以成分也两者都影响 那热能有没有办法 也有 因为你改善热能之后 它可以多了热能 也就电力够了 那我们组织运作就会更加顺畅 所以它也会有帮助 所以这么说来 药性以成分 对于组织跟热能两者 是不是都有影响 是 都有影响 但是你如果把它们分开来看 药性比较着重在怎么样 改善热能 影响体力 所以这个是属于保健 那成分大部分着重在哪里 影响组织运作 达到解症的作用 所以它是属医疗 好 这样讲解 应该大家都没问题吧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生活中常利用药食之寒热偏性 来调治疾病 从保健医疗的角度深入分析 寒凉性与温热性药食 在成分与药性之间 会有不同的重点诉求 寒凉性药食 虽可影响组织运作 具有治病功效 但因会消耗热能 无法改善体力 所以它是辩病论治 从果解症 并以体力上加为前提 其重点在成分而不在药性 然仅此尚不足以称医疗 还需视其疗效 是否具有利己性 温热性药食则不同 它可以改善热能 增强体力 具有保健功效 虽不求治病之功 却可受因变果转之效 所以它是辩证论治 从因解症 且适用于所有体制 其重点在药性而不在成分 故属保健 哇 这里把两者分得很细 你用温热性去追求的是什么 用含良性药食又是追求什么 有没有谈得很清楚 你们这样看下来看得懂吗 看懂得举手我看一下 看不懂得举手我看一下 需要解释的 没有举手已经无所谓了 反正都快下课了是吗 这里我还是解释一下 其实这里已经很显然了 含良性它因为含良性不能改善热能 所以它一定是属于怎么样 从国解症这方面去嘛 所以很显然它是要影响组织运作来达到的 所以它具有致病功效 但致病要达到这个功效 还必须有一个特性喔 才能说含良性具有致病功效 还要有具有什么 对 我们刚刚讲的医疗 你要称为医疗一定还要有立即性 至于温热性药食就不需要有这样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温热性很显然就改善热能嘛 那它一个是如果这样含良性 它是辩病论治还是辩证论治 辩病论治 从成分来解决 那温热性药食它是辩证论治还是辩证论治 15辩证论治喔 不是辩病论治 好 那这个分出来 我们就可以看出 为什么要一路铺排呢 重点就在下一句 我讲了那么久 这个才是正叫主角要擅长 就是我们现在 时下很多的养生概念 就在下一段把它说透 因为很多外面有很多什么养生血 比如说酸碱平衡有没有 还有生机饮食有没有 营养什么维他命ABCD有没有 甚至乃至于疫苗这些还有生物制剂这些 都可以一次把它说清楚 因为这里已经把医疗与保健界定了 然后寒凉性温热性也界定了 那成分与药性也做了一个概括了 这样就可以谈得清楚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段 实下流行的保健医疗之法 诸如碱性食物 未可改变酸性体质 生机饮食 未可保全营养成分 人造营养素 水果酵素 乃至包括疫苗在内的生物制剂等多数含粮 且皆聚焦在成分而非药性 其中属医疗者仅有除疫苗外的生物制剂 疫苗及其余诸法则既无立即解症之功 亦无改善体力之效 不仅称不上是医疗 也算不得是保健 所以无法将它们划分为医疗或保健 好 很多人在酸碱平衡的时候 都认为它是在养生 对不对 说你会生病因为你是酸性体质 应该要多吃碱性食物 有没有 那这种说法是聚焦在成分还是在药性 很明显是在成分 那成分为了达到的是养生保健的功效 还是为了达到致病的功效 致病 很显然 那结果你们在酸碱平衡 你们误以为你们是在养生保健 错 其实酸碱平衡是为了致病 很显然嘛 你为什么你说生病的人多属酸性 要多吃碱性来改善你的酸性体质 很显然你是为了达到什么 致病嘛 所以生病的人才需要多吃碱性嘛 很显然它是强调成分 而想达到改善症状解决疾病的目的 那接下来这一个生机饮食呢 生机饮食就是你主张不要煮太久 有没有 会破坏里面的成分 那也是在强调什么 成分 好 那成分 问题生机饮食是寒的还是热的 寒的都凉凉的吃也没有煮熟 好 那一般生机饮食大家都会把它当作 养生还是致病 很多养生的都在谈生机饮食 那很显然 如果是属于养生保健的 它必然是温热性 对不对 结果它寒凉性符不符合 不符合 然后它又在谈成分 很显然它是准备怎么样 致病用啊 所以原来你们养生跟医疗已经怎么样 不分了 这样一听清楚你们就知道了 它不能算是保健 那能不能算是医疗呢 生机饮食有没有办法达到立即解症的功效 没有 它没有立即性 所以它既非养生保健 也非致病解症 都不是 也不属于医疗 所以保健医疗 所以你们追求的都不是 好 再来 营养成分 营养成分 维他命ABCD 是在谈成分还是在谈药性 成分 维他命ABCD是温的还是寒的 好 那很显然 第一个寒的达不到保健 对不对 那谈成分是在主张致病 所以属医疗 对不对 所以你们在吃维他命ABCD 是为了致病用的 不是在养生用的 结果你们买维他命ABCD 是做什么用的 你们是保健 对不对 没有生病也买一大堆 对不对 想治胃病 又走偏 所以 你如果从认真想 很多医生也讲 你眼睛不好 要多吃维他命A 有没有 你什么吸收不好 微瓶啊 种种有没有 身体不好 综合维他命有没有 眼睛不好 要吃什么 那就是致病啊 也是致病的概念 所以吃维他命ABCD 都是在谈成分 都是属于医疗 根本跟保健无关 那结果外面养生学 都在谈 哎呀 里面有什么成分 里面有什么维他命ABCD 方向对吗 看来都不是 而且既不属保健 也不属医疗 那什么叫做保健跟医疗 医疗是为了解决病苦 那保健是为了什么 改善体力 延长寿命 那两者都不是 那是什么 第一个 你的痛苦不会减轻 对不对 你的寿命不会延长 那你吃这些做什么用 反问你们 搞了老半天 而且寒凉还消耗热人 所以你们养生 养到哪里去了 我都不知道咯 好 那进一步 再来谈疫苗 疫苗在医学上 它到底是属于保健还是医疗 认为是保健的举手 我看一下 认为是属医疗的举手 我看一下 啥也不是 你们因为看了这一段 才知道啥也不是 是吧 很显然如果你 你认真想 西医说疫苗 有没有办法治病毒 没有 但是你打疫苗 有一个功效 你打了之后 以后感冒 你就产生抗体 所以就容易好 有没有 结果它是自胃病 这样说来 它已经承认西医说 不是现在治药 这个疫苗 不是现在治你的病 是治未来的病 对不对 那很明显 它讲的是自胃病 是属保健 对不对 结果疫苗是寒的还是热的 结果寒的又消耗热能 哪有达到保健 反而消耗热能 让体力更衰弱 那这样说来 医疗也达不到 医疗力极功效也达不到 然后保健也做不到 结果也是有问题的 所以医学怎么会 说这个是保健呢 说医疗呢 都不对 它反正怎么讲都不是 但是唯独有一种 就是生物治疾 生物治疾 它是寒凉的还是热的 它谈的是什么 成分 比如说 这个生物治疾 里面有某某成分 所以可以降血压 可以降血糖 有没有 所以它 这些生物治疾 是在谈成分 那为的是要达到怎么样 解症 治病的功效 所以属医疗 所以这么说来 你们外面很多养生的概念 其实自己怎么样 都搞混了 包括医学 连疫苗的界定 其实都有问题 这样你们了解了 所以真正能称实上医疗的 只有生物治疾 其他都不是 好 那这个就是对所有的养生保健概念 一路铺牌就是为了把结论在这一段讲清楚啊 好 我们再把下一段念一下 温热性钥匙 温热性钥匙具有保健功效 进而从因解症 但为何它不是像含量性钥匙那样通过其成分来达到治病功效 好 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温热性钥匙具有保健功效 但没有办法像含量性钥匙 从成分来达到治病功效 会不会这样问我 会的举手我看一下 怎么这么少人呢 我真的不相信你们啊 一定会 其实我们前面讲过 因为很多像生肌饮食 他们是谈成分 那西医其实都是属用成分来治疗疾病 所以一直在研究 像生物治疾也是在研究成分 所以也是因为从成分 然后研发很多包括酸碱平衡 或是生肌饮食维他命ABCD 其实他们的思维这些都是从西方来的 其实从中医的角度 刚开始是要变药性的 了解吗 所以西医因为两个思维不一样 有时候西医也会指中医怎么样怎么样 比如我最常见的就是说 比如人生熬生汤的时候 西医就不主张熬很久 他们说你们这样熬煮久了 成分都怎么样破坏掉 不能这样煮 结果中医根本不是在谈成分的 你知道中医是在谈药性的 了解吗 熬久了药性可以出来啊 你看那个生地久真久赛就变熟地 是改变它的什么药性 不是要改变它的什么成分啊 两个是思路不一样 结果两个思路不一样 西医却来指责中医 根本不同的东西啊 结果中医好像默默不说 是吧 中医很憨厚的 你们不知道 所以两个真的是不一样 他们一路谈成分 所以他们会用他们的概念 来界定中医 其实中医本来就要久煎久煮的 煮熟了才能熬出那个味道来嘛 所以好那这样我们熬出来的味道 为什么没有办法向西医说的成分来达到治病 你们会不会这样问我 我就是在指这个 两个不同思路 从另外一个角度反而来质疑我们嘛 好那我也说我们的道理好不好 好那下一段我就不解说 我们一口气把它念完 先说明治病功效问题 当发烧烟痛咳嗽痰多 用温热姜汤而痊愈 一般人就会认为 姜具有退烧消炎止咳化痰的功效 当痛经小便困难便秘 用温热姜汤而痊愈 则又认为姜具有活血止痛 沥水通便的功效 如此延伸好像姜具有各种治病功效 但这并非事实 就如同汽车没有 一切功能失效 加油后又恢复正常运作 此时能说汽油具有导航音响空调的功能吗 如果有只需买桶汽油 不就可以知方位听音乐吹冷气了吗 显然汽油不具任何特定功能 它只是一种能源提供汽车运转所需的能量 是汽车各种设备在此能量驱动下的系统运转 才展现出种种功能 同理 姜也不具任何治病的功效 它只是一种热源 帮助身体将食物吸收转化为热能 使身体各类组织在此热能推动下的协同运作 才达到治病的功效 但如果忽略此身体热能作用 即各类组织运作 当病好了就会误认为 温热性药食具有治病功效 对治病功效的迷思即由此而起 看得懂吗 看懂举手我看一下 哇你们悟性这么高啊 太好了 这样我就不解释了 我们再看下一段 再说明成分问题 比如用加热红豆袋外敷 可改善各种疾病 但如果是其成分有效 为何吃红豆却不见效 外敷时又何须先加热 再如经晒干炒过的干姜片 与鲜姜片的成分相同 为何疗效却不相同 又冷服江汤 其成分不变 为何疗效不张 好这里有时候患者会披红豆袋 披了老半天来问我 张医师为什么人家都有效 我就是一点感觉也没有 我就会问他 那你有没有去微波 他说没有 他以为披了之后 那个成分就会渗透进去 你们先别笑 很多时候大家都这么说的 我记得早期台湾有卖那个枕头 那枕头里面他们就宣传说 有加什么茶叶 可以清神醒脑 或是什么酸澡人 可以安眠 种种草药 然后睡 有没有笑 最后当然没笑 因为他以为那些成分 会跑到脑袋里面 所以你也不要笑 那个披红豆的事 他以为披了真的可以跑进去 但这么很明显 他一定要微波 那微波是因为他的热有效 还是成分有效 那当然是热有效 如果是成分有效 那你吃红豆 为什么又没笑 道理再清楚不过 那我再问各位 如果炒沙 然后装进袋子 然后温敷 有没有笑 也有笑 所以不只红豆有效 是沙有效 是吗 热有效 你们脑袋还转得快 不是沙有效 是热有效 所以也不是姜有什么效 是他的热有效 好 那 跟成分有没有关系 跟沙子的成分有没有关 没有 如果有关 那就要吃沙罗 是吗 所以很显然 这个是谈的是药性 同样药性会不会因为 酒煎酒煮而改善 会不会 还是药性一直都不变的 不会因为你怎么而不变的 永恒不变 不会喔 都不会变 哇那真的是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咯 哇那个性那么难改啊 会不会变 终于会变啊 当然会变 我刚刚已经讲了 对 生地久真久赛 就变什么样熟地 熟地跟生地药性有没有一样 那不一样啊 显然是不一样 所以性是可以改变的 了解吧 所以你看 姜煮热了 然后 你一边煮热了之后 然后热热的服用 然后有一些放久了 凉掉的 哪一个效果有效 热的有效啊 是在这个热 药性还要热 所以药性也是热的 温的 温热的有效 显然不是成分 所以这样看来 真正能改善我们热人的是 药性喔 而不是什么 成分 好 那后面也都有解释 我就不再说了 我们继续看下面 故加热后的红豆袋 跟姜一样 只是一种热源 帮助身体将食物吸收 转化来改善热能 进而使体伤好转 才能如此 并非其成分使然 好 我考一个题目 我们艾条 有用艾草的 也有用中药 各种中药 温热的中药 然后变成叫做雷火灸 其实是里面装的不大一样 你们有没有听过 有听过的举手我看一下 很多人知道 好 我问各位 两种哪一种比较有效 认为一样的举手我看一下 认为不一样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认为为什么会不一样 因为热不一样是吧 点燃热不都是一样热吗 所以是一样的啦 不会因为它成分有什么不一样 而不一样 了解吧 一定一样 那这样反过来问你们 还再问你们一个 泡温泉有效 还是泡热水有效 哪一种 一样 因为都是怎么样 热 热有效啊 不是里面它含有什么成分有效 所以有人在推销产品 就会跟你讲 哎呀我的眼红外线喔 它的波长啊很符合人体的 所以比较贵 有没有 那是不是泡长比较有效 所以是什么有效 热有效啊 不要被这个迷惑啦 所以同样应用在药也是一样 高利生就好 韩国叫高利生 这里我们叫红生有没有 但是价差很很多喔 你们这个知道啊 很大的价差喔 哪一个有效 都是因为都是什么 温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是一样 结果很多人不知道 一直在吃买高利生 那就是怎么样 吃品牌的 但是以疗效来讲 两者都一样 但高利生他们又有分天地量 你们知道吗 有没有听过 这个我们台湾都知道啊 知道的举手我看一下 喔 还是有少数知道 你知道天地量那个价差很大喔 有些一斤是一万 如果到天的很可能三四万都有喔 价差可能三四倍喔 那他们分法是怎么样 长得比较肥的 比较好看的 叫天 他长得很瘦弱很小的 天地量 这样一路排下来 最差的 体型最难看的 就叫凉 但是问题 疗效有没有一样 但是很多人不了解 就会去买怎么样 买好看的喔 就是买杨贵妃的 杨贵妃比较贵 那像赵妃宴就比较怎么样 便宜了喔 但说实在喔 我认为反而有时候瘦小 反而怎么样 有利啊 所以真正我们要的是药性啊 不在于那个形态种种 所以不要被这些成分啊 或者说它里面含有什么 以为天的喔 就里面有什么特殊成分 没有啦 或是什么颇长啊 那个都不是 或是有什么成分不足以解决 真正能改善我们的 我们还是要说是什么 药性 那你看 天的跟凉的 它的药性一样 为什么要吃那么贵 所以你们就知道了 好 那我们再看下面 综上所述 可见以温热性药食改善热能 使疾病痊愈的是其药性 而非其成分或治病功效 此理记名 则用药疗疾或饮食养生 若要从因改善 以达到保健功效 只需善用药食之性味 从保养热能着手 而不必在意其成分 选方配物即可大为简化 反之 若从果着手 为求治病功效 就要强调成分 以对治不断变化的病情 所以选方配物或药物研发 就变得极为复杂 按此中所谓用温热性药食 不必在意成分 是指不必追求所谓个别的有效成分 而不是否定药性与成分的关系 药性虽不即是成分 但也离不开成分 它是所有成分整体合和的作用 所以若从药食中抽取单一的有效成分 即失其整体的作用 就像树叶的光合作用 要靠叶绿素 但单独抽离出来的叶绿素 就失去这个功能了 所以这已经很显然了 中药谈的是药性还是成分 绝对是药性 古代也没有什么机器去分析里面有什么成分 对不对 所以中医确实是以药性 所以要辨证也是 因为知道这个是药是寒热 然后你的体质是寒热 中医是这样 然后是辨证论治也是在这里 所以很显然是走向药性 那西医是走向成分 那成分与药性的关系 我们这里已经说清楚了 但现在的整个发展来看 中医也慢慢有 有没有被西医影响 有 像这里得出了一个诺贝尔医学奖的人 恭喜你们 这里很不简单的一件事 因为在东方社会要拿到这个奖 很难 是啊 很有难度 但是这个是以西医思维来看待中药 所以得到的 如果从谈成分 事实上这个中医有没有谈成分 没有 只是他们在把它抽取 所以两种不一样的思路 所以谈药性拿不到这个任何任奖 只有自我安慰 然后身体健康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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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